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抢工这件事果然就如预期在新春过后发生了 前提还是缺工 中国大陆各地都在抢人上工 广东佛山大学的毕业深招聘会 有职缺开出了年薪人民币36万 一毕业就有年薪36万来挖人 另外家政市场一直缺工 节后订单暴增 旅游复苏很快 香港的航空业严供缺工 那么为了解决香港航空的机师荒 香港国际航空学院 推出了14个月机师培训的课程 学费80万港币 完成之后 有机会直接进到三家航空公司工作 打出就业不必去远方的口号 春节后安徽当地举办大型招聘会 要留人在家乡工作 120多个企业寄出1万多个职缺 简历的话呢 目前收到有三四十份 意象呢也蛮多的 这一次过年回来 看到家乡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在搞这个装聘会 然后刚刚我也看了两家单位 也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次机会 留在家乡 经历新冠疫情后 选择留箱打拼的人越来越多 不再一窝蜂 挤进北京 上海 广州 和深圳一线大城 这让大陆各地抢工情况更加激烈 今天大概有50多个人来到我们这边投简历 学历大多是大专以上的 比较符合我们企业用工的需求 在江西干州举办的招聘会 一个场次下来也是超过100家企业参与 提出1万多个工作机会 光是大陆官方在全国发起的就业春风行动 从1月下旬开始到2月17号 累计就办了1.8万场招聘会 发布1000万个职缺 发出务工人员专车 专列和包机运送劳动者10万人 将提供各类就业岗位 约3000万个 今年的春风行动 组成线上线下立体式招聘矩阵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 就在身边可感可及的就业服务 就怕劫后掀起缺工潮 官方促就业比往年还卖力 而严重的青年失业 今年也不再等到毕业季才开始寻求解套 广东佛山率先启动 春季第一场大学毕业生招聘会 其实主要是它的一个企业文化 更看重的其实是自我的一个升华 自我价值的提升 根据广东佛山计划发展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战略新兴产业 企业寻找适合人才 招聘会上提供的职缺 最高年薪达人民币36万 换算台币破百万 像咱们普攻的话 就是大概是五六百人 然后因为我们也要培养一些 制造业的一个技能类的人才的话 大概是有一两百人的一个缺口 即便开出优惑薪资 也不见得找到合适人选 因为大陆就业市场供需失衡 始终没解决 企业需求和求职者专业无法匹配 导致缺工和求职难并存 像是家政市场人手总是处于紧缺状态 平常人手就不够 春节过完更紧张 广西南陵这家家政公司 开工两天就接了20多笔订单 而在香港旅游业复苏 及时缺口问题浮上台面 先前国泰航空还因此取消多架航班 引发关注 学习飞行程序 为了加快补足机师人力 香港国际航空学院 去年开办实习机师培训课程 学员完成14个月课程后 就有机会到香港航空 香港快运或大湾区航空工作 抓紧机会议员积师梦 不过14个月的课程 除了在香港 还要到美国接受8个月飞行训练 学费高达80万港币 换算台币超过300万 学费昂贵 有香港议员建议港府 能提供贷款或资助 大力支持机师培训 好让航空业的人力荒 能有效解决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这两个月是新闻的新闻 都放送的新闻 直播剧场上 优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